駱小姐, 去街上 佳欣, 你沒事吧? 我沒事 沒事就回漁場了 現在埋月結了, 你要跟著 民和不清楚, 我天天要生意 你回去搞定吧 行了, 我過兩天會回來 佳欣, 我打個電話給你 可是你家人已經餓餓, 算是怎麼樣 我得罪你, 家人如果我得罪你 我向你說對不起, 可以嗎? 不是, 與你無關 與誰無關? 是我家裡的家事 有甚麼大不了? 佳欣, 遺場你有份的 你不要因此忘功才行 大人, 你回去嗎? 你回去嗎? 隨便, 你回去嗎?駱小姐 小姐 女人始終是女人, 也不是工作 幹甚麼?回來這麼久, 暗沉這麼久 你說我有說錯嗎? 我昨晚拿車去接她 誰都不肯回來 今天多少日?月結了 說家裡有事, 心情不好 有事, 心情不好, 我沒試過 現在開漁場了, 現在玩了 算了, 人家是女人 就是有你這種人幫她 頭痛又說不回來 心情不好又說不回來 還想開漁場呢? 捨得回來了嗎? 家人, 你先把錢弄好 我叫他們開飯 你先把錢弄好 來吧 進來, 要是嗎? 我正在做事, 扶先生 駱小姐, 你是鹹魚 快點吃飯, 快點 吃飯吧… 我不吃了, 我先走了 嘉欣, 你這麼晚還出去了? 因為明天我要回恆樂 五點之後我會回來了 你爸爸生病了嗎? 嘉欣, 你說是想恆樂幫幾天 你現在幫了這麼多天, 甚麼都夠了 你覺得不通了 我現在跟牆壁說話, 嘉欣 娘 嘉欣 你怎麼回事? 究竟甚麼事? 家裡出了事, 有甚麼事? 原來鄭柏蓮... 鄭柏蓮?他怎麼樣? 原來鄭柏蓮, 他是生父 你從哪兒聽回來? 那天我送他回家, 阿姨跟兒長親口說 怪不得 你怎麼不早點告訴我? 我想是他的事, 他自己會跟你說 這麼大的事, 你知道 而我竟然一點也不知道 娘, 你不跟你幹甚麼? 不關你的事 家欣 李太太 幹甚麼?站在門下, 不回家 我好像忘了帶鑰匙 你婆婆來了 我剛才看到她 我知道, 你是不是下街? 你看 是呀 阿星欣賺錢的事現在搞得如何? 快要還錢了 錢呢?阿敬怎麼樣? 我們不會用鄭柏蓮的錢 當然了, 不准用 我們無論如何都不會用 這個人情我們受不起 他給你們些錢嗎? 是, 他寫了一張支票給我們 要來買阿欣的 媽 我不稀罕她的, 我有錢 我出來跟你說這件事 上次你跟阿敬來找過我之後 我已經押走那塊地了 花了這麼多律師費 這筆錢不用來幹甚麼? 我們不會被人看壞的 媽, 我先出去 我再給我一杯 我還沒喝 你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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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鞋子 有…女人哪兒怎麼靠他住的 我甚麼 不捨得 如果我找到一個賤人呢 不難 你知道他放在哪裡 我當然不知道 你又不知道 但他一個人才不知道 你不相信我跟你說 你那筆帳一定搞定了 是不是? 你不相信我, 跟我來 來 貴恩, 等了你很久, 我們去吃東西 不要了, 我吃了點東西 你肯定還沒飽, 去吃宵夜 荒狼鏡都知道了 所以我特地下來等你 不如你跟我走走, 我有很多事想告訴你 你現在怎麼回事呢? 很煩, 很尷尬 不想一走了之 你怎麼回事呢? 如果你早點跟我說, 我可以給你意見 旁觀者清 你教我吧, 我應該怎麼做 很簡單, 一切照舊 照舊? 你仍然住回駱家, 孝順敬叔 那鄭柏蓮呢? 如果你有困難就找他 他一定會幫你的, 你是他的女兒 你還煩嗎?沒有人叫你選擇爸爸 你說我說得對嗎? 不對 為甚麼? 謝謝 鄭柏蓮沒有叫你鄭家住 而敬叔也沒有趕你走 娘, 你怎麼可以這麼現實呢? 我現實? 你沒人情味了 我為你著想的 還有, 為甚麼連文豪也知道 而我竟然不知道 那兩天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開口 其實文豪我也不想讓他知道 剛好他在這裡 可能你覺得我小器 拜託你不要計較這些 快點吧 我真的很妒忌 你們回來就對了 等了你很久, 爸爸來找你 是呀, 誰是老爸 那是敬叔 幹甚麼?不想見他嗎?不想見他就避一避 他有甚麼話說沒有 我不知道, 阿邦現在在樓上陪著他 他就帶了一橙來送給你 他小時候, 又矮又小, 十足一隻猴子 是嗎? 現在就神高神大了 是呀, 我... 好, 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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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 我給你拿了衣服和維他命丸 記得吃了 在人家裡住就不要這麼晚回來 要人家等門就沒意思的 好, 阿娘 阿娘 委屈你在魚場裡住 不要緊 好, 我走了 阿娘 送阿景叔下去吧 爸, 我送你下去 不用了, 我自己會回去的 我們送阿景叔下去吧 阿大人, 你送阿景叔 阿景叔, 有空來坐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阿景叔, 我送你坐車 不用了, 大家都不同路的 再見 再見 記得吃藥吧 不然喉嚨就通了 再見 再見 你幹甚麼哭 你先回兒場吧 那好, 再見 再見 我是寶良局大的 返往都沒見過我這麼好的爸爸 他剛才說過我知道 你小時候... 這個團不應該叫豪華團 應該叫蝕本祥 誰叫敬叔硬頸 只有十二個人 都說要組團出發 那就是在蝕緊 如果十二個人都肯去的話 我們就收拾包袱也行 收拾包袱沒那麼笨 誰都要他給一個月遣散費 不如看看報紙, 穩定的工作還好 我早了三年了 誰都要他抱一個月的薪金 你真是沒出息 公司還沒說關門 你只說跟人家計遣散費 勞工法例也有說 早, 各位, 早… 老闆不回來, 老闆也回來巡一巡 這次的星少, 吃完了 對了, 我們月尾那個團 只有十二個人報名 是呀, 我和駱山聯絡過 他叫行家把幾個客人給我們 你肯不肯? 買吧 現在的環境要二百塊錢 二百塊錢?我們賺甚麼 那也好過只有十二個人出發 虧了那三元的食主 是, 京叔, 好, 等等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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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跟天花旅行社的孔先生談過 他肯撥三個小客人給我們 我們補回每個二百二元給他 你跟我走一次, 好嗎? 好 你們對孔先生客氣一點 是這樣的 再見 二百二元一個客人 甚麼?當我們叉燒嗎?大膽咬 有甚麼法子?鬼叫我們求人 是呀, 買客人要給現金 我知道, 就是這樣 李嘉欣那張支票還沒過戶 可能他們不等錢用 不可能的, 行樂的生意這麼差 要不要跟他去銀行說一聲? 我總是怕 我會做得好技巧的 不過我不是不相信你 我怕他們以為我用手段去爭取他 那先看看 幫他不行... 比做生意更難 媽 媽媽 家人 很塞車嗎? 對了, 剛才去了天發旅行社 找到三個客人 還要搞手續之類 正派你來找過你 沒有 好 上次你留在家裡的支票 我們沒有用 不過我也沒有用 就算了 知道了 鄭白蓮是一個很高興計的人 你要小心 家人 我希望你明白 你是我的女兒 你始終要跟我 媽媽, 你這人算甚麼? 你不要家嗎? 不是, 媽媽 我是想靜靜地考慮清楚 考慮清楚? 還有甚麼要考慮? 我記得你剛出生的時候 經常有病, 你很羞 但是他每天都坐在你床 寸步不利 直到你中三的時候 他還是接你回我 接你放我 這個爸爸你也不要 你還要考慮甚麼? 爸爸 家人, 或者你會天真地想的 你也可以同時敲敬兩個爸爸 但是我… 我不可以容許我女兒有兩個爸爸 媽媽 我們回家 家人 爸爸 爸爸 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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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回家 爸爸, 這次你一定很開心 來, 坐 是嗎? 坐 甚麼事? 爸爸, 你不舒服嗎? 不是, 還未死 還可以 爸爸, 我倒杯茶給你 不用了 阿昇, 我告訴你 家裡現在一個都沒有 你這麼說 我不是那些只會花錢 花了錢回來哄爸爸拿的 我這次是帶錢回來, 這裡五萬元 爸爸, 你不用點一點 你說五萬, 那我就當他五萬 你嫌少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現在想問你 這些錢你怎麼得回來的? 我找到那個死女包 我就逼他還回來 他只能還五萬, 沒關係, 爸爸 我們將來帶多些團, 我就帶些貨 那條債很容易還 阿昇, 我從院店舖節省開支 我也不想你做走私生意 你說得這麼難聽, 甚麼走私生意 我告訴你, 以後行樂你碰也不要碰 為甚麼 我知道, 那個油餅女霸佔這個位置 叫她跑掉, 她懂得甚麼 行樂是我們父子倆一手創出來的 阿昇, 不想你別吵 為甚麼你也害我 為甚麼每個人都怕到那個油餅女 你這個臭小子 阿昇, 你說甚麼 我說這個油餅女 你還不說, 你還不說 你還不說, 你還不說 你們每個人都幫著油餅女 我知道, 他爸爸有錢, 我沒有 我們快帶回來看你們怎麼樣 阿昇, 阿昇 阿昇, 阿昇, 阿昇 阿昇, 阿昇, 阿昇 阿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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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昇 我約了周醫生, 你起床 好 不用換衣服了, 衣衣衫上也可以 不行 穿誰衣, 看人家好地收嫁 那些人不要回行樂了 不行, 我找職員知道早點 應該是找一份好工 看你病成這樣 行羅那裡就等著因你了 那些職員跟了我這麼久 要不是阿昇弄成這樣 你說阿昇會不會找五萬人來的 那是呀 今天老空打電話告訴我 阿昇的錢是被女人騙了的 現在通行都知道 還把笑話說出來 真的嗎 做旅行社的事 最重要是信用 阿昇, 以後沒人相信的了 有沒有搞錯, 真的這麼絕 只保了四十五天的工資給我們 阿昇, 怎麼向勞工法例呢 我沒甚麼絕不絕 現在我依照勞工法例 每年補回十四天的工資給你 我今年在公司工作了六個月 應該有半份年底商量 你說是不是 往年公司有錢賺 你知道十四個月我也給你 你們不是不知道的嗎 現在公司的這種情形 你還跟我這樣計較嗎 真的 我不管你了 你解僱我魷魚 我一天去農公署告你 我們走 好 先走了 小姐, 以前小玲負責買飯 現在我做吧 你吃甚麼 謝謝你 不用了, 我去叉燒飯 好 好, 以後兩位要辛苦一點了 糟了, 行家現在不賣我們帳 大哥 等一下 來, 過來 Sir哥 Sir哥 好 只要我大哥興臨頭 你閒地三幾萬個月 不知道你大哥興不關照我 他既然能出面 跟你追回那個女人的帳 多數沒甚麼問題 進來 齊哥 老兄在這裡嗎 在那邊 發聲聲來了 好, 我有通知他 好 來, 齊哥, 謝謝我 大哥兄弟說得這麼說幹甚麼 大哥知道, 給你用 進來吧 這位先生 駱家欣果然是你 行駱行駱的名字 總是熟口熟眠的 師兄, 為甚麼突然上來 不是幫我們寫一張特稿嗎 有人打電話報館 說你們無理解僱職員 犯了勞工條例 那個人一定是姓悟的 是呀, 那怎麼辦 老實說, 香港有這麼多新聞 不寫這件行不行 行的 不是吧 你開玩笑 我每個月都不做了 那做甚麼 去廣告公司做 四千元起身點 那認真恭喜你 總之請你喝茶 如果受訓其滿, 有六千 那真的很好 你知道嗎 如果你不是自己做老闆 我就沒這麼幸運了 如果大家一起去見公 一定是你行, 我不行 所以一定要請你喝茶 你六千元人工, 喝茶 你應該請我吃雞包子 鄧先生, 慢慢走下次再來 好 鄧先生 我昇雅, 鄧先生走了 好, 守風怎麼樣 今天很好 你車子我幫你拍在樓下 好, 不客氣 謝謝鄧先生 好想走, 再見 這位美女兒 阿星, 今天去宵夜 發覺有的海鮮很漂亮 海鮮?這麼貴的東西 不要了, 明天吃吧 熟仔, 行不行 明天見, 再見 好, 走 這傢伙玩了這麼多 不用擔心 好過你阿財 整個萬花童金 美琦, 你不是甚麼 換衣服吧, 這麼多話說 好, 換衣服... 佳恩 Jason Jason, 你喝茶 好, 謝謝 怎麼樣? 還在想一件事嗎 你猜那些人會不會說我很天真 同時想孝敬兩個爸爸 你這樣做, 好像被人誤會你勢力 就因為鄭派連有錢 我是可以幫到你了 你一定要自己選擇 你叫鄭派嘉欣, 還是鄭派嘉欣 我真不明白, 為甚麼這件事會變成這樣 很簡單 人當然自私 我才知道 給你一件事 如果娘有別的女人 你最初還要忍受 但是你有一個這樣的男朋友 每天都對著你 你會怎麼想 就像阿姨那樣 二十幾年都可以不把事情告訴你 到了今時今日 她怎麼可以容忍你認回謝八年度爸爸 你也說得很對 這件事不是太複雜的 前一段時間 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怎麼樣 你不會 你對我這麼有信心 你很有主意 我說這麼多了 快點做起這件事, 待會兒去回行屋 駱小姐 駱先生 鄭先生病了, 他很想見你 我們一起吃午飯去見好不好 吃午飯我看不用了 我還有很多事要做 不如這樣吧, 兩點半就在這兒接我 好, 我一會兒來接你 來 伯伯, 早安 剛剛從營場出來 對了, 稍後還要出去出去 對了, 要不要回家裡換衣服 不用了 見人要著氣你一點 還要禮貌一點 你以為我去... 你不是去見宮嗎 當然不是啦, 我約了人而已 怎麼樣, 在計甚麼錢 要不要我幫你 你不是在打你了, 升那些糊塗醬 我現在穿條給他整理好 現在你看不明白了 帕蓮, 你覺得怎麼樣 沒事 天氣不好, 覺得個人滿門的 怎麼會這樣 我已經叫你了 跟我們參加減肥訓練班 你又不肯 我很肥嗎 別說你很肥 不過你事實已經肥了 你又說時間了, 好去吧 怎麼會這樣 每次跟你說真減肥 你一定是說了另一個話題 不是明天羅萍來找我 我還是要上樓 晚上上床好一點 幹甚麼, 現在羅萍又不是外人 他根本是自己人 你說了去就去 我不喜歡, 我等他來才出去 因為我父女會有些事 也不太明白想問問他 其實你如果躺在床上見他 嚇壞他, 他以為你有大病 他病甚麼 程先生, 程太太, 駱小姐, 坐 你有沒有甚麼事 他哪有事 天氣不好, 他的風濕作怪 是呀, 駱小姐 你現在是不是還在部門工作 是呀… 真不好意思 程先生這麼不舒服 我還來打擾你 不要緊, 剛才他還說要看報紙 你陪他聊聊天 是呀, 羅萍, 你跟我進書房 我想問你那些錢 好 隨便坐下 他老了, 很寂寞 不見你面子 他的衣服好像很不舒服 沒條數列得清楚的, 糊塗得… 老大 征少爺, 駱先生, 我先出去 阿勝, 現在全桌的帳目 都是你的糊塗帳 我就特地回來幫你搞定他 這個萬一銀, 合支錯了 老大, 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會表現好一點 阿勝 現在我們的行家 以後沒有我會相信你了 為甚麼 三, 駱小姐 阿勝回來 阿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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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越老越懵懂 你知不知道他是誰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姐姐 人家生成富貴種 你還讓他來行樂 只會討虧我們的名譽 阿勝 你以為可以靠他 我才是你的親生兒子 老頭 阿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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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勝, 阿勝 阿勝, 你沒事吧 阿勝 阿勝, 把支票用了 甚麼 我們讓駱家一張支票過戶了 要不要我跟劉行成談 好 誰 駱先生, 駱太 甚麼是你, 駱先生 駱太 我來就是想跟你談談家音的事 多謝你關心, 請你走 難道你們不為家音著想一下嗎 他已經長大了, 他自己會打算 駱太, 像家音這種人才 你留他在行樂的本帳實太可惜了 為甚麼你不讓他去鄭先生 說不定在事業上是一番發展 你也挺喜歡你人的閒事 駱先生, 他始終不能留在你身邊多久 駱太大了, 那不是一樣要離開你們 駱先生, 是不是他叫你跟我說的 不是, 不過… 如果不是, 請你走 這是我們的家事 請你走 駱先生, 你不妨看他的照片 不用說了, 請你走 請你走 娘就是跟阿欣結婚了吧 我沒聽她說過 有機會你們問問她們吧 如果真的結婚了, 我們都要準備的 以前我買過幾張金在家裡 如果他們真的要結婚了 我都要打點壽式給她的 我看沒那麼快的 有時候在欣許如長那裡住 家裡只剩下我和你 總覺得好像阿欣出嫁了那樣 家裡空洞洞的 你別這麼傻 就算我女兒真的嫁了, 也會回來的 還是生了弟弟給我們照顧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這種日子 不要亂想 這些不得我不想的 你不要聽那個, 那個羅萍在亂說 她說的話也有多少道理的 而且... 甚麼 家欣已經把二十萬年的支票 進了我行羅的戶口了 家欣 這些也不能怪一個女兒的 她很難做的 這是甚麼 頭痛丸 原來你是藥煲 你現在自知嗎 你決定回家嗎 那我本來是姓駱的 也好, 有空回來鄭家問一下就行了 你這麼好想頭 不如想想怎麼弄好的漁長靶 這就說我錯了 花旁鏡 是 進來吧 怎麼樣?有甚麼吩咐呢 沒有, 我想明晚請大家吃飯 想請你, 你老婆, 我爸爸媽媽 這麼客氣, 他呢 他呢, 不用管了 那我想找你 就幫我訂一間便宜的酒樓 訂一個貴賓廳 行, 我公司附近的酒樓我全熟了 還有一件事 你幫我打電話給鄭柏蓮吧 我想他也來買 好, 我有些事宣佈了 但是我今天開始呢 我就是行拿推廣部的經理 希望各位以後多指教多幫忙 好, 太好了 這樣吧, 收五節了 收五節了, 太好了 給我, 不用了, 讓我給你 給甚麼 送禮物給你了 小小包的, 順大包 錢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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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蝦 錢蝦, 錢蝦 錢蝦, 錢蝦 甚麼 錢蝦差不多 你打他, 整蝦 一贏吧 好, 有東西來了 龍蝦來了 龍蝦做晚飯 吃吧... 快點吃吧... 敬叔, 教你吃吧 自己來 媽媽, 要甚麼? 可以... 給爸爸 爸爸, 我知道你喜歡吃蝦 敬叔, 你知道嗎 家欣在漁場, 很威風 他經常伸手伸腳, 像龍蝦一樣 這是龍蝦 我說他是大頭蝦就是 大頭蝦, 又像蝦 老大, 他經常吃蝦, 我很壞 吃蝦, 是不是 爸爸, 吃多一點龍蝦 我知道 有新鮮的 來, 有… 來, 有… 吃蝦, 吃蝦 吃蝦, 吃蝦 吃蝦 吃蝦, 我們再煮熱水 好… 龍蝦, 龍蝦 吃蝦, 龍蝦 吃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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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